先看看這兩幅圖畫 這兩幅圖畫是一樣的 左邊的圖畫是大衛和哥利亞打的時候 哥利亞穿著全身的銅甲 當然哥利亞的樣子未必是這樣的 哥利亞用了一個Sling 哥利亞有兩個很有名的武器 一個是一隻矛 另一把是他的劍 劍的尺寸和Spear的尺寸一定很大 因為他甚至有一個盾 是要整個人在前面做他的盾 盾不是他自己拿 是另一個人在前面做他的盾 整個人的尺寸就不一樣 這就是哥利亞的Spear和那把劍 所以先看看哥利亞的尺寸 他的尺寸未必是正確的 右邊的尺寸 當哥利亞被大衛打爆了頭 他把哥利亞的尺寸的尺寸 把哥利亞的尺寸砍掉 他把哥利亞的尺寸砍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把很厲害的尺寸 就是哥利亞的尺寸 對嗎? 這把大衛用尺寸 當眾在菲利亞軍隊和以色列軍隊前面 用這把尺寸把哥利亞的尺寸砍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用這把尺寸的尺寸 這把尺寸是很大尺寸 又是哥利亞的尺寸武器 這樣把哥利亞的尺寸砍掉 你可以看到這把尺寸的尺寸 是得到很多人的尺寸 是很多人的尺寸 都覺得這把尺寸是很厲害的 對不對? 因此每個人知道這把尺寸是很厲害的 我們會知道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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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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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會 OK 回到這邊 所以 哥利亞的尺寸 當大衛拿著哥利亞的尺寸 這麼大的尺寸 他把哥利亞的尺寸砍掉 當時在菲利斯人眼裡 甚至整個尺寸的尺寸 包括蘇羅 都會看到這把尺寸 是很有型的 對不對? 是一把很光榮的尺寸 把哥利亞的尺寸砍掉 尺寸砍掉 在人的尺寸眼裡 一把尺寸的尺寸 但當時 大衛得勝時 不是依靠武器 而是依靠 他手上的尺寸 那把尺寸 和那把尺寸 我來到尺寸 就是帶著耶穫華的尺寸 所以 大衛手上的尺寸 是一個尺寸的尺寸 有五顆尺寸 但他依靠 去攻擊哥利亞的時候 也是依靠著耶穫華的尺寸 他是依靠著名字去打這場仗 因此 大衛的尺寸 在眾人的眼裡 屬於一個有英雄時跡的尺寸 但問題是 始終不是 大衛當日看得起 他說 我看不起你的尺寸 因為你們 你來攻擊我的時候 就是依靠這把尺寸 但我攻擊你的時候 就是帶著耶穫華的尺寸 因此 人的尺寸 很草寸 其實 你可以尋根究底 去看清楚 他是不是真的 草寸 可惜 在大衛被蘇羅追殺的日子 他依靠 他去到聖殿裡 躲起來的時候 他依靠 他不是 要說的名字 不是他當時被上帝所 申請的 受告者的身份 也不是在上帝裡的信心 走到他上帝的殿裡 躲起來的時候 尋找一個武器 然後 聖殿裡的祭司 當天獻給上帝這把 哥利亞劍 大衛竟然稱讚這把劍 為上好無比 沒有其他武器 比這個更好 大衛當時的信心 去哪裏 他好像不再相信 他被保護 是因為搖華的緣故 是因為他受告者的緣故 他怕掃羅的日子裡 他竟然去讚賞這把劍 他曾經嘴咎了 在人的眼中 覺得這把 是光榮的劍 以為這把劍很好 可惜 他拿了這把劍之後 他的遭遇 不是一件好事 這把劍 沒有給他任何功效 他把劍後 他逃離到菲利斯人的地方 逃離到菲利斯人的地方 誰知道 他被哥利亞的族人 全部都是巨人 找到他 帶他去阿比米勒 面前 阿比米勒 阿比米勒 應該是一個名字 菲利斯人的營地首領 在這個巨人營地的首領 發覺 咦 那個不是當日斬殺了哥利亞的大衛嗎 大衛在那一刻 他沒有再有什麼信心 也沒有依靠這把劍 好像以前的大衛 或者約拿丹 那樣的性格 隨時 可能 可能 一個人去拿把劍出去 不斷撒死 菲利斯人都不出境 為什麼 他在河流裡撿了一些石仔 當時打破哥利亞的頭 他撿了五粒石仔 前後撿了五粒 我沒有了他的樣子 撿了五粒石仔 其實他撿了五粒石仔 你如果查歷代至下 你會知道 哥利亞有一群兄弟 總共有五粒 大衛在那時候 可能一次過殺了他們 全部五粒 咦 no signal 其實 當日他依靠著 是上帝的保守 今天他逃到阿比米勒面前 他也沒有了這份勇氣 終於他拿著一把 他覺得很厲害的劍 但他絕對沒有用到這把劍 令到他 可以怎樣逃離 菲利斯人的手裡 所以他裝聾扮雅 裝聾扮雅 裝聾扮雅 阿比米勒的王 亦覺得 我已經夠多瘋子 你不要再帶傻子 在我身邊 大衛就這樣 逃脫了 大衛逃離 大衛逃離之後 大衛逃離之後 就開始 看著一群 Distress In Debt 的人 很辛苦 尼亞蒙沃雅 在Cave of Adolin 裡面 寫了C-Pin 34 你會發現 C-Pin 34 告訴你 C-Pin 34 是一件事 但你會知道 C-Pin 34 背景 完全沒有信心的日子 你可以說 他完全失落的日子 甚麼都沒有 看著一群人 都不知怎樣 他可以唱出 C-Pin 34 C-Pin 34 你會看到 他的信心 人的信心 今天 希望大家多留意 自己的信心 不要把自己的信心 擺在 你的感覺 你的觀感 或者你以為以為 聽起來 信心一定要 beyond 你的感覺 信心一定要 beyond 你的 emotion 信心一定要 based on 真理 在真理上 扎根 相信那件事 相信那件事 相信對你會認 信心 這個信心 就是要超越你的感覺 你的心情 當你的信心 會帶起你的感覺 當日大衛在 C- of Adolam 可以唱出這樣的歌 在信心 帶出一個詩歌 把他們的觀感 再次收起 而其後 以後就做了大衛大能的用事 我想看看影片是否可以 我可以做到一些 我可以做到一切 我可以做一切 我可以做到一切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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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的诗篇,唱歌,祈祷,宣告,赶鬼,领受圣餐 你都会讨论 那一切的资料都会在你讨论中 最老实的一句话 就算是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们拿着杯和饼 但你领受圣餐的时候 哪个元素才是最重要的呢? 就是领受圣餐和你的信心 无论你在嘴巴或脑海里 你都会有些字出现 而这些就是你最重要的东西 比你收到的饼和杯 你再留意一下,就算是浸泥 浸泥,我们知道最大的动作就是扔你下水 然后骂你上来 如果Pastor真的很疼你 他会拉你上来 如果不是很疼你,那就浸泥你下水 你会发觉他浸泥你下水 或拉你上来 最重要的一个键点 都是奉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你是愿意的 感受这种东西 刚才扔你下去 再浸泥你上来 因此 你走不掉的 就是那种Proclamation of Faith 或者你那种宣告出来的说话 OK OK 那 不知道阿赛在做什么 我稍后再理会 Anyway 因此 你发觉 Between 你的Faith 和外面 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中间的位置 就是一个Speaking 就是through the word 他今天告诉你 有一个很重要的 上帝所看的一件事 那就是 那就是 千万不要误会 人眼里面很厉害的就是这把劍 OK 大魏那把最厉害的武器 永远就是他的琴 因为他的琴 他的琴 他的琴 实际上 之后 就变成了他和上帝中间的默契 因此 因此 连石仔都可以打爆 哥尼亚的头 以及 他之后 很多上帝的祝福 都在里面 今天和大家看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 在上帝的ministry 里面 我们先看看 哥伦多前书 哥伦多前书 14章26节 OK 14章26节 OK 26节 OK 26节 OK 在14章26节里面 你看到 他 保罗在数 哥伦多前书 在说很多 圣灵的恩赐 知道吗 那 其实他到最后 告诉你 他上帝所ordain 的 the word of God 的 ministry 有多重 这里面 有几个 做了 parallel comparisons 行不行 but is it then brother yet when ye come together every one of you have a son 记住 记住 这些 就是 当我们聚会的时候 上帝其实 根本 上面 在说 讲方言 和 讲方言 即是speak in tongue 和 讲 先知 广道 有什么特别 因此 你在这里面 看清楚一些 就要面对 当时 保罗所说的 当时 保罗所说的 就是 和今时今日 说的方言 都是一样 即是没有什么人明白 那些方言 就觉得 你 起不雪 你门时 颠抗了摩 就是 你知道哪种方言 但是 如果做先知 广道 反过来 有些人就说 先知 广道 就等于 上台广道 但这些 并不是 保罗所想说的 现在台上说的 究竟是先知广道 还是教徒 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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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罗所分的 很清楚 所以 自己看前文后 判断 先知廣道說上帝的靈在旁邊叫你講 上帝跟他講什麼,他就講什麼 因為若作先知廣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圓的人盡來 就被眾人勸醒,被眾人審明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將念伏地敬拜神說 神真的在你們中間 上帝的靈是有道理,說出一些說話 去幫助一些心裡有隱情的人 他竟然可以將他心裡的問題說出來 因此他就覺得,上帝真的在你們中間 他就得到詛咒了 這就是哥倫多前書說回 保羅自己想說回他所說的先知廣道 真是先知廣道,不是我們基本的教導 所以今天,在這裏就跟我們講一件事 到最後,就是說 你們做了些時候,究竟是什麼 各人有詩歌,有教訓,有啟示,有謊言,有翻出來的話 有五種文章,保羅在文章中 每一位都有詩歌,有詩歌,有詩歌,有詩歌 第三種文章,有詩歌,有詩歌 有詩歌,有詩歌,有詩歌 有詩歌,有詩歌 有詩歌,有詩歌 第一種解這個謊言的方法 需要把某些人聽不懂的方言 解慎出來 就知道上帝的道理 是在所說的 當時design 這些文章中 在詩歌是個文章 我簡單講講這個文章 不要小有詩歌 拍攝的是 他們與Revelations 和Word of Instructions 同一層的聖誕 因此,千萬不要想著音樂敬拜是很重要的 因為人們能不能開始聽,心靈能不能闖開和上帝一起 甚至上帝會否在詩歌中和大家一起溝通呢? 如果聖誕者不是在聖誕的Word of Christ的時候 上帝要跟人聊天時,通常會通過詩歌 因為詩歌永遠是你直接與上帝交流 上帝可以教你通過聖誕 因此,我們要看《約翰福音9章31節》 《約翰福音9章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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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前前後後的事情 《約翰福音9章3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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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被人打開眼睛,他當然是不知道 他打開了我的眼睛,你們竟不知道他從哪裏來 真是奇怪,其實就是他們的法律錯人 竟然不知道耶穌基督是否從神而來 他打開了我的眼睛,你們都不知道他從哪裏來 你為何可以問我他是誰 你們更加清楚 但這人說過一句話 我們知道神不聽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之以神才聽他 當然這句話不是基督所說的 這是被開眼睛的人所說的 但他所說過的是什麼? 他知道了一件事,他被記錄在聖書中 We know that God does not listen to sinners He listens to the godly person who does his will The sign is nobody has ever heard of opening eye 明白嗎? 明白嗎? 原文是寫什麼? 原文是寫什麼? A worshipper of God 原文是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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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是寫什麼? 對文文是寫什麼? 今天我們要講 如果你是寫什麼? 最時的事物才會知道 你還會知道 你現在是很好的位置 我只能聽你的話 他叫一 二次 八 一 二 八 恭喜你了 你是寫甚麼? 便是一 二 八 C pin 一 二 八 不要看中文了 中文真的有些免說的 OK 诗篇的一部分 大卫写的一篇很短的诗篇 Blessed is everyone that fear the lord and walk in his way 是吧 是不是 Fear the lord and walk in his way 看清楚一些 咦 这个是救药 OK OK 这个版本 So happy is everyone that fear the lord who fear the lord and the obedience of him OK 哈哈哈 Amplify a worship OK Amplify Bible 麻烦了Anders 其实我这个 这个是什么versions 他译了worshipper 真的 这个应该是 OK 喏 这个字里面 Everyone who fear revert and worship the lord who walk in his way and live according to his commandment 我们有一个worshipper 很快 happi is the worshipper of the lord ha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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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ed 这个是说happi 这个应该是 living translation happi who is walking in his way you will have the fruit of the word of your hand happi will you be and all will be well for you OK 所以看清楚了 这里 如果是说worshipper blessed is everyone that worship the lord 对不对 they walk in his way for thou shalt eat the labor of thy hand the fruit of your labor blessing and prosperity will be yours 你凡事都会顺利 your wife will be like a fruitful vine within your house your children will be like an olive shoot around your table yes this will be the blessing for the man who worship the lord OK 对不对 因为你这里永远都是fears 永远都是worshi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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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may the lord bless you from zion 記住 上帝bless you 不会是从西乃山的律法里面 是从zion的恩典里面 may you see the prosperity of jerusalem all the day of your life may you live to se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peace be on israel OK may you live to se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s long life peace be on israel Israel 即是一切prince of el 上帝的众王子 可以吗 那你们都是上帝的众王子 may you live a long life se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s OK 因此大位其实都很开心 happy is the worshipper of the lord OK 所以他很开心看到这些worshipper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worshipper leader OK 因此我们来看看今天最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和大家看看一个皇帝 大家知道所罗门王之后 分裂了南北两国 有一个尤大国 有一个以色列国 记住一件很简单 耶路撒冷圈殿殿和祭司 全部都会在尤大国里面 所以尤大国才是正国 但是正国只有两个子派 尤大国和耶路撒冷国 为什么呢 因为Tron of David 都是从尤大里面 因此纯正的 有一个尤大人的血统 就是尤大国 另外十个支派 就不合适合 那些人 就自己去形成一个 以色列国 他们没有办法 以色列国 聖殿耶路撒冷 也不在那里 因此祭司 也不在那里 他们经常加入一些奇怪的东西 拜偶像 大部分都在以色列国 有一个尤大国 在南边 以色列国 在北面 尤大国 就是上帝所关心的 因为他们真是大惡的子孙 所以我们看看 有一个皇帝 跟着 所罗门之后 因为所罗门娶了很多老婆 因此 所罗门就随着老婆去拜偶像 然后所罗门之后 那些子孙 就分成了两国 南国和北国 但他们大部分都是拜偶像 很多都不回去 甚至 几代之后 搞到连上帝的律法 戒命 那些 全部都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 偶像会有一个 至两个好的皇帝 在尤大国出现 以色列国 永远都很差 因此 这件事 就串联了在 历代之下 和 猎王记下 我们先看 历代之下 OK 2nd Chron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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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d Chronicle 1nd Chronicle 8th Chronicle 1 tham 2nd Chronicle 2 c千萬 再看看一章 若沙法 英文名叫做 Yahushaphat The Yosephah His son reign in his state And strengthen his head against his ear 阿撒的儿子 若沙法 若沙法是一个少有 好的皇帝 他奉勇自强 防备以色列人 其實他是一個 好皇帝 真是一個好皇帝 安置軍兵 他做了很多軍事 中的事情 最有趣的是 上帝和若沙法同在 因為他follow the ways of father david before him he did not consult the bells 他沒有去巴力尋求 他的求問 他follow了大衛的部分 所以上帝不斷和若沙法 與他同在 只尋求他父親的神 他只是尋求上帝 耶穫華 遵行他的戒命 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為 不效法以色列其他國 奇怪怪的敗偶像的行為 所以耶穫華與其同在 Under his control All Judah brought give to 上帝與其同在 第一件事 會令他們很受到祝福 被bless的意思 即是他們很受到尊重 因此 很多人會送很多禮物給他 所以如果今天 很多人會尊重你 其實你是被上帝所bless 很多人都重視你 很多人都常常被掛念 很多人都會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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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很多禮物給你 因此他就會有 great wealth 和 honor 那些財富 只不過是給他的 honor 因此 他也高興進行耶穫華 並從大宗隨著一切的 憂談和偶像 他作王第三年 就猜神子 那是誰 Ban-Hale Obadia Zechariah Nathalen Mickiah Mickiah 其實這幾個人都很出名 Obadia Zechariah Mickiah 你會看到他們 他們有些是先知 With them With them Were certain Levi's And the priest of And Jehoram And Jehoram 他叫這些人做什麼 他叫他們去教 Teach the towns of Judah 不斷地教他們 他叫他們去教他們 They taught throughout Judah Taking them the book of law of Yahweh They went around all towns of Judah And taught the people 這個皇帝很重視的 就是叫全部的先師 甚至很多的祭司 他不斷地教每一個人 上帝的律法是怎樣 關於上帝的事情 不斷地教他們 The fear of the Lord Fail on all kingdom 這種很敬畏式的 感覺 整個 kingdom of the land of Surrounder Judah 全部在猶大附近的地 都很尊敬上帝 或者很害怕上帝 對不對 So they did not go war against Joseph 所以沒有人敢打壓 就算 那些菲利士巨人 怕了大衛 被大衛爆頭那群 都會把他的禮物和 Silver And the Arab 給他一些羊 給他一些銀 阿拉伯給他一些羊 好多的東西 不斷地送禮物給他 令到他很強大 建築越來越強的工程 上帝也不斷地祝福 他有很多很厲害的高手 Experienced fighting men 在Jerusalem 上帝也不斷地送禮物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你會看到 上帝是祝福到他的 很強盛 他的軍隊也很強盛 This is the man who served the king beside those he stationed in the Florida city 因此 先給大家一個 summary 上帝如何祝福他的皇帝 接著就開始講一些 但問題是 阿拉伯始終明白 他可能是因為 之前的父母沒有聽話 所以他不太熟悉 但anyway 他不太小心 和上帝不喜歡的人 在一起 阿拉伯是要阿克 第一個問題是 阿克是誰 阿克就是以色列王 阿克 阿克 他和阿克成為親戚 一些年後 他去見阿克 阿克 阿克 和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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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 因此 和上帝不喜歡的人 和上帝不喜歡的人 結盟 之後 他們是拜偶像 他們是不同的 faith 和他們結盟之後 就開始讓他們 一起攻擊 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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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他 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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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仍然很聰明 阿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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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赳 阿爾 阿爾 難馬 但葉 是耶和华的先知吗? 这群人不像是耶和华的名字 这群人不像是耶和华的名字 我们说先知讲道 所以很多人 用先知讲道,依靠灵 他是依靠什么来说呢? 他是不是用耶和华的名字来说? 他是不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说? 他是不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来说? 他是不是用上帝的名字来说? 他是不是用上帝的名字来说 他不是用上帝的名字来说 因为基督教有关的 应该是和基督有关的 基督有关的 应该是用耶稣基督的名字 以耶稣基督的名字来说出 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说话 所以如果 不是以 耶稣基督所说的 如果他用摩西的语法去说 记住 听清楚 这个是不是福音 你会知道这个是不是福音 是福音就很好地去听 如果不是福音的时候 就和这些先知一样 是不是神啊 神其实也有关系 再看下去你就知道我怎么这么说 所以他就说 怎样都要找回耶和华的先知来说 因为我知道他的名字是耶和华 以色列王对约三法律 有,有一个 因为他在以色列地 所以可能耶和华先知不多 所以他就说 只有一个是耶和华先知 暗拉而止 米戒 就是米卡亚 刚才我说的 就是米卡亚 就是米卡亚 我不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你支持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语言 不说吉语 常说空语 约三法说 喂 你不可以这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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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然他经常说坏话 他经常都不说话 但是你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才知道 你不可以这样去说他 你不给他面子 你给他面子 以色列王 照太监来说 你快去带 暗拉的儿子 来 米戒 米卡亚 去他面前 以色列王 又带王 约三法座 在城门前 空墙上 穿着他自己的朝服在上面 所有他的先知都在他面前说语言 每个人都在这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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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米卡亚来到了 不是 基拿拿的儿子 西底家 做了两个铁角说 我说 儿子说 你们用这各 底足 压室 压难人 直到将他们免绝 你全部杀掉 所有的先知 也有这人说 可以再激烈的拉末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 那城 加在王的寿重 知道吗 好 接着 他派去找米卡亚 那个徐重 就跟米卡亚先说 众先知 一口同音 向王雪吉言 不如你都跟他一样 说好东西 不要说坏东西 米卡亚回答 我知道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的神说什么 我的神 我的上帝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今时今日也是一样 人不应该说 我的学会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所学的什么 说什么 我的神学 说什么 我说什么 而是 有没有先问过 我上帝说什么 有没有先问过 我耶稣基督说什么 我耶稣基督说什么 就说什么 不是 什么人说什么 我说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我的耶稣基督是否这样说 是不会妥协的 米卡亚去到王面前 王就问他 米卡亚 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说 可以上去 必然得胜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他就觉得 你喜欢说这次好东西 但他也不会忘记 他以前说那些坏东西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王是什么 一定不是 余浩西伐 一定是 那个 一定是 对 对 但是 这里就是说这件事 对 我看见以色列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羽一样 也好话说 这民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 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山上 也好话说 以色列山上 以色列山上 我希望有个人告诉你 以色列山上 也好话说 这个坏东西 常常跟我说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语言 不是吉穴 单说空语 米卡亚说 你没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 坐在 堡座上 天上的万军 是立在他左右 也好说 谁去引诱 以色列山上 以色列的拉末 去阵亡呢 这一句话说 哪一句话说 哪一句话说 最后有一个神灵 神灵 这就 翻译出来 看英文 好些 A Spirit 一个 Spirit 有一个灵 专业 我去引诱他 也好问他说 你用何方法 我去 在众先知口中作谎言的灵 也好说 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罢 看英文 应该是说 我会成功的话 在一群众的生理 然后 在一群众的神言 查语他的神言 尤其说 你会成功 你的神言 神言 你会成功 尤其说 你会成功 神言 你会成功 神言 你会成功 A Spirit of Falsehood 其實他們真的打贏了一場仗 只不過以色列死了 由大王生存 所以他們所說的前半段的故事是對的 他們都是贏了 一種Deceiving Spirit 所以是否是撒旦呢? 那些人喜歡derive 什麼就什麼 但這裏根據前文後理 只是還給你一個 Spirit 他也沒有真是說謊 他也是說了一件真的 敵人真是交在他手裡 只不過以色列王會死 這件事沒有出現 現在耶穫說 使謊言之靈入了 你者先知的口 並且 耶穫說已經命定降禍於你 死定了 基拿拿而止 剛才拿兩個鐵角出來 就一巴掌刮下去 Mikairo面前說 耶穫說 華格林從哪裏離開我 對禦禮說話 這句話也很奇怪 這句話也很奇怪 為何他會 蓋他一巴掌? 因為他覺得 耶穫華格林 何時離開他 去了Mikairo面前呢? 但其實 你可以在看這段經文 Mikairo會說得很清楚 OK? 行嗎? I will go and be a deceiving spirit 我是一個 deceiving spirit in a mouthful sea OK? of all his prophecy 行嗎? 行嗎? 一巴掌的,一巴掌的,一巴掌 一巴掌的,一巴掌的總得 也好,他是一個靈魂,感動了全部人 所以,這個人就覺得,為何要說靈離開了他,然後去米卡亞說話 其實,很明顯的,這件事是他們不清楚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是同感一靈,同飲於一靈 其實,不是一個對一個,根本是我們有同一個聖靈 當然,他們不同,這個人就不明白,這個人就不清楚 這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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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這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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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所以,他就蓋他一靈,說,柔華的人,何時離開他 但其實,記住,約三法,都不相信他 或者,他都沒有理會到他,是否柔華,其實是先知的 他就說,柔華的零點,怎會離開我,然後走到你那邊 如果這個人,這個人,這個人 如果這個人,這個人,這個人 這個人,這個人,這個人 這個人,這個人,這個人 他本身,他也是也華先知 其實,他不需要再去找米卡亞 其實,約三法都知道,或者他們覺得這個人 不是也華先知 但他,可能不是也華先知 都可以,他覺得是有也華 然後,麗卡亞說,不要緊啊,這些人 你遲些,你沒有去知 你將來要躲在一旁的時候,一定會見到 以色列王就把他帶回去 總之,把他帶回去監牢裡 我只是給了麵包和水 要等他回來 但麗卡亞很大膽地跟他說 如果你可以平安回來 即是我又說了謊 大家的眾人 他就叫all people 你們要聽著 聽著這句話 看看這個王是否回到來 這件事就出現了 出現了之後 發生了第二段的問題 以色列王和猶大王的約瑟法 就上去打仗了 但以色列王對約瑟法說 我要改裝上陣 你可以迎穿王服 於是,以色列王就改裝 他們就上陣了 即是甚麼呢 就是叫約瑟法和猶大王 裝扮成以色列王 穿了以色列王的王服 讓別人以為他是以色列王 自己卻改裝 穿成普通士兵的軍官 一樣去打仗 所以現在猶大王就穿成以色列王 自己就像普通士兵或將軍 去打仗 但這個位置很有問題 這個位置有甚麼問題 就是以色列王知道甚麼事 可能他知道 上帝要藉著對方的兵 是會去攻擊或殺死以色列王 其實他很害怕這件事 因此他是怕米卡亞所說的說話 所以他用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方法是甚麼 既然上帝興起敵人去殺以色列王 就等待約瑟法穿得像以色列王一樣 就殺他 自己便可以做一個普通士兵 可以逃避 不用死在這個比賽中 DISGUISE HIMSELF 但後果是甚麼呢 於是阿南王吩咐兵長說 他們的兵長 無論大小都不可與他們爭戰 只需要以色列王爭戰 原來以色列王所估計的事情 他猜對了 如果真的奮復了阿南王 就說無論是誰都不要跟他打 你只要跟以色列王打 只要殺以色列王 所以現在做以色列王的 其實是約瑟法 是猶大王 以色列王自己做了一個兵制 自己就不知他去哪裏 所以其實 以色列王所決定的事情 以色列王也猜得到 在從先知的口裡 不多不少猜到一些 他是做了一些事想逃避 上帝追殺他的位 但你看著 車兵看見約瑟法便說 這必是以色列王 便去殺以色列王 即是約瑟法 所以因此 約瑟法知道 自己穿了以色列王的戀服 耶穆華興起阿南 不斷去追殺這個王 有時候 自己也知道有什麼事 但很棒 由大王一呼喊的時候 耶穆華就會聽他的呼求 所以其實 約瑟法一呼喊 耶穆華 就幫助他 神有感動他們 離開他 很奇怪 我不知如何感動他 中文真是浪文神 怎能感動他 神有感動他們 上帝幫助他 上帝就讓他離開了他們 and take them from here 所以很幸運 以色列王 猜對了 上帝的方法 但他 如果放一個普通人 他就可以做了一個待罪羔羊 但他就去放約瑟法 在他身上做以色列王 如果其他人 穿了以色列王 如果其他人穿了以色列王 如果其他人穿了以色列王 那 耶穆華 就不會聽他呼求 或者不會聽他呼求 可能 以色列王 就得逞 即是他做了一個待死的 即是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就逃脫了 但他傻子 就把上帝所重視的 約瑟法 放在這個位置 當上帝重視的約瑟法 放在這個位置 他一呼求 上帝一定會救他 因此 因此做不到待罪羔羊 所以 這一刻 上帝的審判 和上帝的追蹤 人的罪羞 在這裏 你有沒有一個待罪的人 可以和你死掉 你現在沒有的話 其實 數字還未算得到 所以 他擺錯了人在上面 這就是他計錯了的數字 車兵長 見不視以色列王 感動他們離開 為何他們會被感動離開 其實很簡單 就是知道原來他不是以色列王 就轉去不追他 但是耶穆華 是誰 所以 所以 就不追他 有人便開工 刻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埔中 上帝一樣會拿他的命 王對趕車的說 我受你重傷 你轉過車來 拉我出陣霸 原來他就是皇帝 那日陣勢越戰越晚 以色列王勉強站在車上抵擋阿蘭人 直到晚上 約罪日落的時候 王就死了 所以那位皇帝 想怎樣躲避上帝也好 始終都是會 如果是 即是 語言了 他始終走不掉 他用他的方法 逃過了少許 他卻是計漏了另一件事 所以始終是走不掉 由大王 約沙發平平安阿滴湖 到耶利薩蘭 到宮裡去 所以他們這場仗 其實沒有打贏 就離開了 所以他就沒事 回到他的時候 看見到耶狐出來 耶狐 另外一個 耶狐 耶狐 那些人 那些人 看見到耶狐 那些人 多麼慎 耶狐 每天都跟著假才知 又把上帝 真的才拒絕 為什麼 你會 跟他成親 之後 再幫他做這些事情 因此 耶狐 華的憤怒 臨 臨 而你還有善恨 因你從國中除掉 木偶 立定心 以尋求神 所以其實上帝算他 上帝也很珍惜 約沙發 就是說 縱然你做錯了很多事情 但其實你也做了很多好事 你只不過是 黏在上帝不喜歡的人 所以 所以 這是舊藥 舊藥的時候 uncleanness 或者這些邪惡的東西 是contagious 即是他會影響你 如果他是不潔的話 會令你也不潔 今次的新約不是的了 新約的話 反過來 就是 如果你深知了上帝的公義 你是流露了上帝的grace的時候 你可以去infect 那些罪人會得意志 對不對 所以不用怕 你會 你是可以進去裡面幫助他們 但你不需要變成他們的一部分 反過來 當你進去別人的 比如說 進去罪人的群裡面的時候 群眾裡面的時候 罪人是會因為你而改變的 不是你會被改變 並且是罪人 所以 你記住 今次今日的新約的 mentality 是不同的 不是 我們是會跟他們 建立關係 我們是會幫助他們 去相信上帝 去幫助他們改變 OK 不是 反過來 也不是說走進他們裡面 被同化 反過來 也不是說 隔絕他們 對不對 當時 玉砂法 就去和他們成親 把自己都弄髒了 這樣就不行了 玉砂法 且住在耶路撒冷 記住 阿哈死了 以後 出了秦民間 從別士巴直到 以法蘭的山地 引導民歸向耶路華 他們滅祖的神 都可以做回自己 應該做的事 都是引導每一個人 把他們的心 撐回到耶路華 又在猶太國中 遍地的堅固 堅固的城裡 設立審判官 輕起的審判官 judges 就告訴他們 審判官 你們辦事應當謹慎 因為你們判斷 不是為人 而是為耶路華 你是為上帝而判斷 判斷的時候 他必與你們同在 你們當敬為耶路華 謹慎辦事 因為耶路華 我們的神沒有不義 不偏待也 不受農略的 你現在是代替上帝去審判 上帝要與你同在 所以你做的時候 要很小心 上帝裏面沒有不義 他不會偏待有錢人 或者沒有錢的人 亦不會受到農略 你們這些判官要乖乖地 因為你們要面對的是上帝 約三法 從尼美人和祭司 並以色列族長 派定的人在耶路撒冷位 要判斷 聽民間的真重 奏護去耶路撒冷位 三法將他整個城裡 都令到他們好感 令到他們好規條化 適合他們的良心位 或者適合上帝的身體 三法祝福裡面 已經當敬為何忠心 誠實辦事 各城裡有大興 執造或流血 或劃法律法 你們都要做的 你們是否警戒他們 免得他們得罪耶路撒冷位 甚麼都要看上帝為頭 只要恨你們就沒有罪 范叔耶路撒冷位 有大祭司 又有這個人去管 范水王的事 又有另一個人去管 范水王的事 他將整個國家 能夠做的 他都花了很多心思 他都花了很多心思 之後 一開始十八章 將整個管治的編集 十九二十章 講了一些細節 他做過甚麼好事 然後錯在哪個位置 然後他又做了甚麼好事 米卡尼亞在中間 又出現 究竟這個先知 是從哪裏來的 後來被以色列王 好好地用他 去教導他的民眾 二十節的時候 亦都是其中之一件事 就是二十節之前 很多國家都很乖 很敬畏 很敬畏 敬畏耶和華 所以都送很多禮物給他 二十節開始 就有一個大的戰爭 這個戰爭也是其中之一部分 令到很多國家 是很敬畏 或者很敬畏耶和華 很怕去攻以色列的一個理由 就是當摩雅人和阿門人 和米利烏人 一同三班人 一同去攻擊 猶太國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的案子 在以色列國那裏 阿哈王剛剛玩完 因此 其實沒有人可以幫得到 以色列國 沒有人可以幫得到 猶太國 所以就報告 猶太國說 很多大軍來攻擊你 約瑟法很害怕 定義尋求耶和華 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於是 猶太人 追求耶和華 在猶大各城裡 都有人出來尋求上帝 每一個人都來尋求上帝 國難 約瑟法就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中 站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中 站在猶大殿的遠前 說 你看看約瑟法說什麼 約瑟法說什麼 是很聰明 很厲害的東西 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學去認識 是不是因為 約瑟法為上帝做了什麼 performance 他要求上帝去保護他 是不是 他覺得 上帝要可憐他 要什麼他 所以上帝要去保護他 看清楚 兩個都不是 約瑟法所說的說話 耶和華說我們列祖的神 你不是天上的神 你不是萬邦萬國中主宰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無人能抵擋你 他肯定了上帝自己 我門的神 你不是 你不是 陳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 驅逐這地的居民 將這地賜給你朋友 阿伯拉罕的後裔 永遠為烈嗎 不是你賜給你的朋友 不是上帝你賜給你自己的朋友 阿伯拉罕的後裔 永遠為烈嗎 阿伯拉罕有多厲害 他不是說自己 他不是說自己 他不是說自己做過什麼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上帝要怎樣去拯救他們 他們有多可憐 他是說 上帝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 他們 住在這地 又是你那些 建造聖所 也有說他們自己的功 但是 都是說上帝 堂有禍患臨到我們 核刀兵 災殃 瘟疫饑荒 我們在吉拿的時候 暫載 這殿前 向你呼求 你必誰聽 而拯救 因為你的命 在這殿內 因為你自己的名字 就是這殿內 所以你必定拯救我們 從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 他再說歷史 從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 你不容許以色列人侵犯阿 阿門人 摩牙人 西爾山 山人 其實當時以色列是可以繼續打 去滅了他們 但是上帝自己 不容許以色列人繼續攻打他們 要他們停在那裡 不要把他們趕盡殺絕 是上帝自己的意思 以色列人 就離開他們 沒有滅絕了他們 看 他們怎樣報復我們 現在他們回來怎樣打我們 要來驅逐我們出來 你的地 要把我們 你應許給我們的地 將我們驅逐出去 就算你癡欲給我們為業的地 是你自己所賜 又是你叫我們不要打過去 看看他們怎樣還擊我們 我門的神 你不懲罰他們嗎 因為我武力低當者來攻擊我 我門的大軍 我門也不知道怎樣行 我門的眼目單仰望 他們只是說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你不懲罰他們嗎 猶太宗人和他們的孩子 妻子兒女都站在耶穫華面前 每個都是老婆子女都站在耶穫華面前 你看看 多厲害 他講的一切說話 和這班孤兒寡婦 放在耶穫華面前 你說上帝會怎樣 上帝可以怎樣 那時 耶穫華的靈在會中 臨到尼美人 阿瑟的後裔 馬探牙的元孫 耶利的真孫 比蘭的雅的孫 是算 叫什麼文 一而止 雅哈瑟 阿瑟 阿瑟 阿瑟這個人都很出名 他說 有帶眾人耶路撒冷居民和約莎法王 你們請停 耶穫華對你們如此說 不要因為這大軍恐懼驚王 因為聖敗不在乎你 在乎上帝 原文不是聖敗不在乎你 在乎上帝 其實他就告訴你 這個戰爭不是你的戰爭 是上帝的戰爭 是上帝當日放過他 現在上帝 他們攻回來的時候 是上帝的戰爭 不再是你們打仗 不是你們要打仗 這個是上帝要打仗 如今時今日兄弟姐妹 很多仗在我們面前 都是 這個不是我們的仗 這個是上帝的仗 是耶穫華的仗 是我們天父的仗 很多人要攻擊我們 我們是不需要還擊他們 因為上帝會還擊他們 這是上帝的仗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不起的是耶穌基督 是上帝的言致 他踐踏在耶穌基督的福音的時候 上帝是會自己搞定他們 上帝有詞 我希望他們會悔改 但上帝不會不去眷顧一切他所珍惜的人 有需要的上帝是會保守我們 有需要的上帝是會保護我們 有需要的上帝是會打這場仗 而我們的敵人的目的 不是一群人 不是一群亂說話的人 而是一群人背後的那個仗 行不行 這場仗是由上帝去打這場仗 就像這個案件一樣 上帝會叫我們 不用我們用刀劍 明天你們要下去迎敵 他們會從洗絲波上來 你們必從耶路爾納 抗野前的谷口如見他們 猶大和耶路撒冷的人 這次你們不要戰爭 你是不需要打的 看耶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 不要驚恐 也不要恐懼 也不要驚惶 明天當初去迎敵 因為耶穌華與你們同在 若沙發就面伏於地 猶大眾人和耶路撒冷居民 也虎伏了耶穌 扣拜耶穌華 他懂得的就是敬拜上帝 可拉族的尼尼人 都起來用極大的聲音讚美 以色列的神 上帝去送他們 上帝說這次你不用打的 並日上帝會自己出手 眾人起來去到抗野去 出口的時候 若沙發暫著說 由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 聽我說 信耶穌華 你無理的神 就必立穩 信他的先知 就必亨通 今日的兄弟子 我也想跟你講這句話 信耶穌華 和你們立約的神 你就必定立得穩 信他的先知 信他的先知所說的一切 就必亨通 你要懂得聽上帝的說話 你要記住上帝和你立的藥 你一定會亨通 你一定會站穩 若沙發的語文相異 若沙發和人民一起談了 就設立唱歌的人 設立敬拜者 眾贊耶穌華 使他們穿上聖結的禮服 要他們穿得很漂亮 聖結的禮服 走在軍隊前面 讚美耶穌華 所以軍隊最前線的 竟然是一群敬拜者 知道嗎 當清謝耶穌華 引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他一路唱一路唱一路唱 一路上前線的時候 都是唱要清謝耶穌華 因為慈愛永遠長存 他的love and deuce forever 這個就翻譯了 mercy and deuce forever KJV Amp mercy and loving kindness and deuce forever amplify 可以嗎 OK to the h is his kindness 全部都翻譯不到 因為原文就是 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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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新約裡 因典這個字 用希伯來文翻譯 也會翻譯成學識 因典就是翻譯到這個字 因典 因典永遠長存 眾人方唱歌詞 又說 就派伏兵擊殺 上帝的伏兵 擊殺哪來攻擊猶太人的阿門人 摩牙人 西爾山人 他們就被打敗 因為阿門人 他們全部 摩牙起來擊殺 往西爾山的人 他們自己人打自己人 將他們滅絕 滅盡 所以上帝的伏擊出現 會令他們混亂 他們就會斬殺自己人 由大人當他來到抗野 這個地方 一看全部都是屍環遍 沒有一個就行了 所以他來到的時候 只剩下一大堆屍體 軍隊全部死了 玉莎化和百姓 來收取地人的財物 在屍首中 看到很多財物增加 他們只要帶這些財物回來 都要收取三天 這場仗就是這樣贏了 在前頭的是誰 在前頭的就是敬拜者 所以朋友 如果你是 今次今天是敬拜的 帶領敬拜的 唱歌讚美上帝 你永遠都會發現 你是在前頭 為什麼 你經常都在前頭 因為 只要你在前頭的時候 你就知道 得勝的是在乎惹我 所以其實 是的 敬拜者是一個 在上帝心裡 很重要的 一群人 他們也是 大衛大能的勇士 很多都是敬拜者 對不對 玉莎化也很聰明 既然這場仗是 belong to the lord 的時候 如果這場仗是 上帝所打的時候 放在前面那群 就不需要是軍隊 就是敬拜者 OK 好了 這個 Case 令到 全部 大聯盟 被 上帝 KO 然後 以色列國 猶大國 收了三天 的 努力 全世界都會知道 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 在 約三法管治的日子 真的 大家都會很平安 可以嗎 耶穫華為他這樣 去得勝 然後 你會發覺 玉莎化會怎樣做呢 因為 耶穫華使他們 戰勝仇敵 就歡喜快樂 他們嘆琴 古失 吹號 來到耶路撒冷中 耶穫華的殿 對不對 也因為這件事 聶邦諸國聽見 耶穫華戰敗 以色列的仇敵 就甚懼懼 好驚 這樣 玉莎化的國 就得向太平 因為神刺他四境的平衡 因為這件事的緣故 全部人都會很懼懼 就不敢打 玉莎化的猶大國 他就變得很強壯 不斷地去 收到別人的奉獻 貢獻 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有很強很強的 軍職 確實上是自己的軍職 來的 所以 約三法都是一些好的東西 對不對 其他的東西 就寄了在這本 Iahoo Son of Hanali 這本書裡面 這就是 約三法的前半個案 你會看到 勁敗者的地位 是在戰場最前面 如果這個BATTLE 是必須順暗 這本書告訴你 今次新約的時候 的影子 也是這樣 在我們最後一個地方 我們看看最後一段 也是這個約三法 約三法 約三法 他 旁邊那個 阿哈 就死了 阿哈死了之後 阿哈的兒子 就當了皇帝 的時候 又去聊約三法 有一件事 這件事 就在 聶王記下的三章 這件事 很短的 其實有時候很麻煩 我做了襯家之後 無論他 是阿哈 也好 阿哈的兒子也好 你也是他的襯家 所以這些老襯 其實做老襯 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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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可憐 由大王 約三法 十八年 阿哈的兒子 約蘭 作了以色列王十二年 可以嗎 阿哈就已經玩完了 所以他兒子 就上約蘭 十二年 他行 但不至於像他父母所能 沒有那麼差 但他也很差 然而他貼近尼伯的兒子 耶羅邦斯 以色列人 陷在罪女的那罪 陷在罪女的那罪 其中不離開 OK 問題是 其實他也不想打 但那魔鴨王 就差錢不還 就背叛以色列王 魔鴨背叛以色列王 接著 有一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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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魔鴨王 他也寫了這訊息 到王 王 王 他就說 魔鴨王 Rebell against me Will you go and fight with me 魔鴨王 他就問你 肯不肯跟我一起去 呢 記住 以色列王 這個新的王 因為魔鴨王的背叛 他就找 他就找 約瑟法去幫忙 他一起打 希望猶大國幫他一起打 但問題就是 他問他 我們怎樣去打 你想怎樣去打 他就說 經過以東的沙漠 經過以東的沙漠 出兵的時候 原來以色列王還有一個朋友 就帶來以東王 既然你要經過以東的時候 帶來以東王 因為以東王是以色列王的朋友 帶來以東王的時候 就搞到有三個王一起 以色列王由大王和以東王 I.J.E. 三個王 接著就 繞過以東那邊 繞了七天 the army have no more water for themselves 和 animal for themselves 好白癡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打仗 你知道吧 可能 約瑟法也不太會打仗 打了一場敗仗 第二場仗順利幫他打 所以根本就是這樣了解 接著 阿蝦又死了 他兒子又出來 不生不死 魔鴨又背叛 他又不懂打仗 那時候就奇奇地走出來 去了以東沙漠 沙漠 沙漠啊大哥 喝水喝得厲害 那七天之後 竟然 帶不夠水 不夠水給自己 也不夠水 神經病 那三個王 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打仗 接著以色列王說 哀哲而要喊 又賴上帝 對不對 咦 What 意思是 哀哲而要喊 招罪我們三王 乃是要交代魔人手裡 蛤 上帝要我們三個一起去摩鴨投降 奇怪 對不對 知道嗎 但是約瑟法 跟上帝比較熟 所以其實他不會這麼笨 講這些話 有什麼問題 當然要找上帝 找上帝 找一個聖子 Is there no purpose of Yahweh 耶穆說沒有先知 耶穆說沒有先知 在那裡有一件事 Tru whom we inquire of the Lord 我們可不可以去求問一下耶穆說 有一個猶大王的好介紹 是以利沙 以利沙在那裡 以利沙在以利亞前面服侍 一個很厲害的先知 耶穆一聽見 哇 正 以利沙就問 The word of the Lord is with him Go So the king of Israel And King of Edom Wand down to him 三個王一起去到 找以利沙 以利沙見到三個 有上帝的靈和我一起去的時候 見到三個王在那裡 當然是眼淵 為什麼眼淵 因為上帝一向都不喜歡以色列王 一向都不喜歡以色列王 一向都不喜歡以色列王 大佬 你真是 上帝的正野 三個王裡面 我只是給面子由大王 竟然帶上以色列王 已經夠眼淵 還帶上以東王 這個外邦王過來 然後火都滾了 求問耶和華的事 三個人一起拿著掃 所以 以利沙也很生氣 以利沙對以色列王說 我與你何干 你來幹什麼 他問你父親的先知和母親的先知 很直接的 以利沙 火都來了 你不是有自己的異端先知嗎 你不是有很多偶像的先知 問你父親的先知 問你父親的先知 你媽媽的先知 你們問我幹什麼 對不對 以色列王對他說 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說 以色列王說 我真的沒什麼興趣 我知著所侍奉 你永生的萬物為世 我亦不看 猶大王 約沙發的情面 你必不理你 不顧你 打死我都不理你 如果不是因為 猶大王的情面 約沙發成 上帝 care for 猶大王 約沙發 對不對 記住一件事 就算 只要你是上帝所重視的一個人 你身邊有些奇怪也好 上帝其實都不會因為你的緣故 因為上帝始終都是很良善 對不對 舊約的時候 你不可以說 你身邊的朋友就像以色列王 或者以東王 對不對 因為他們不是無辜的 以色列王是那些 明知上帝卻不信上帝的人 對不對 以東王就是那些更加是上帝的敵人 所以因此 你朋友未必是這麼差的 所以上帝其實都會喜歡他們 對不對 上帝都會給他們 因為你的緣故 但是他就真是 真是 好火滾 看看伊莉莎怎樣 現在你給我找一個彈琴的來 彈琴的時候 而華的靈 就降在伊莉莎身上 所以 因此 你會發現 你看得到伊莉莎這麼扯火 扯火的時候 他不是說 要你帶廚師來煮好東西給他吃 他不是 他不是 Harpis Harpis 不是吹號角的人 是彈 圓琴 彈了樹琴的人 彈了樹琴的人 樹琴的人 就會彈 彈樹琴的人 就會彈歌 彈歌的時候 就會在敬拜的模式 對不對 當伊莉莎進入敬拜的時候 為什麼他進入敬拜的時候 因為之前很扯火 扯火很厲害 就是回到上帝的溝通位置 記住 敬拜者 音樂人 這個位置 就是幫助 每一個人 接觸上帝的位置 The heart piece is playing The hand of the Lord 就會 come to Elijah 而伊莉莎 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就叫他們 Bring me a heart piece Bring me a heart piece 接著他就說 尤其是你們 在這谷中 滿處 滑溝 尤其是你們 雖不見風 不見雨 這谷必 滿了水 使你們伸出有我 這兩者 和王子 這三者 全都救救 再唯一眼裡 這算是小事 他 必將魔岩交在你們手中 被你贏了 你們必功破一切 堅成美力 堪術各種街樹 全部都很好 日在獻祭的時候,有水從以東以來 遍地就換了水 接著他們就贏了 次日早晨,日光至到水上,摩哥人起來 看見對面的水如同血 這次血,必至沙漢互相擊殺 摩哥人說,我們現在去搶奪財物 接著摩哥人去到以色列陣 以色列就會攻起來打他們 就將他們全部打光 因為他們以為以色列人已經死了 因此他們贏了這場仗 所以朋友,今天就跟你說過 敬拜者在這個位置 不是一些很普通的 音樂是很需要 當你是一個很不想幫人的 mood 你想改變自己的 mood 改變你和上帝的關係 或者投入你和上帝的關係 他以來三個都需要一個happy 而約瑟法也要把敬拜者推在前頭 為何如此奇妙呢 因為聖經第一次提到敬拜的字 第一次就是在創世紀 就是在創世紀九章的時候 尼亞生了兒子 這次我要敬拜耶和華 我真的要讚美耶和華 所以他就把兒子的名字改為讚美耶和華 這次叫Juda Juda這個字很有趣 它是五個字 你看到是 J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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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個希伯來文 represented 這裡 TIM 這 Punk DEN HAND 坦 J sun Y systems J sun Y SPRE J scan 它會將主 以阿道奈這個字,就把音符放在內 不再讀阿斗奈,就讀阿道奈,即是阿奧埃 所以就變成Yahovah Yahovah就是用阿道奈的音符放在Yahovah 所以就變成Yahovah,Yahovah,Yahovah 原本的音符放在Yahovah 而希伯来文是Yahovah 就是Yahovah 就是在Yahovah中間加了Dahovah Dahov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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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敬拜者,你會知道你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因為你就是人和上帝中間的門 你能否帶領他敬拜,闖開人的心靈 讓上帝的愛和恩典和福音和說話都進入人的心靈 敬拜者可以做到一個很強的 ministry 就像《哥倫多前書》十四章二十六節 你有沒有一個三 同樣地,我們有沒有一個revelations 我們有沒有一個道傳去教導人 你記住,敬拜,讚美,不是一件小事 到最後,Let me finish 以色列第一次打仗的時候 約書亞求問 有人求問上帝 我記得是摩西還是約書亞 應該是摩西的時候 求問上帝 誰應該上去迎戰 哪一個支派應該上去迎戰 第一次打仗的時候 帶頭上帝就說 優大應該上去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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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大就是讚美 讚美的敬拜 的worshipper 就應該上去迎戰 第一度 上帝最強的士兵 就是優大 所以朋友 大衛本身是一個敬拜者 他就是一個上帝最敬拜的皇帝 大衛下面那些最強勁的勇士 大衛的勇士 全部都是打領敬拜敬拜者 今次的朋友 如果你是一個敬拜者的緣故 你要知道 上帝是會祝福你的手 在你一切所做的事裡面 上帝都會祝福你 對不對? 祝福你 我們看看 128 詩篇128 對不對? 我們就說 Happy is the worshipper of the Lord who is walking in his way You will have the fruit of the work of your hand 你手所做的一切 上帝會祝福你一個特別的果子 Happy will you be 會令到你很被祝福 你會覺得很開心 You will satisfy And all will be well for you 因為你們是敬拜者 因為你們是 worshipper All will be well for you OK? 到最後 May you see your children's children Peace be on Israel 你們一切上帝的王子 你們是敬拜者 你知道在上帝的心裡 你們是好重 上帝會特別的祝福你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們是敬拜的 你拿去吉他 和唱歌 打鼓的 上帝都祝福你們 原來你手裡所做的一切 上帝都特別的恩代 祝福給你 因為你們是敬拜上帝的人 亦是幫助上帝和人中間的一個好的機會 OK? 今晚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 Abraham生日快樂 這一個 Video 希望能夠達到你 今晚就到這裡